1个圈,2个圈,3个圈,4个圈,5个圈肯定是要画的 这个圈我就快速的画了 咱们画多大的 200乘200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填充上去 把这个苗边给它关掉 然后Ctrl-Go,Ctrl-T 给它缩放一下 把它的颜色变得稍微淡一点 Ctrl-Go,Ctrl-T 然后再往里边缩放一个圈 把它的颜色双击我们的涂层的右下角的小方块 把它的颜色变得稍微重一点 把它的颜色变得稍微淡一点 不要太腿了 大概在30左右 25左右就可以 然后Ctrl-Go,Ctrl-T 我们再缩放一个圈 然后双击我们的涂层右下角的适量小图标 把它的颜色给它提上来 这外圈这个图层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剪掉 这个圈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圈我们想怎么做 我们想怎么做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在里边再画一个圈 对不对 Ctrl-Go,Ctrl-T 然后我们给它变化一下颜色 红色 给它个80的颜色 这个里边这个圈是不是出来了 那这个尖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三角形去做 也可以用四边形去做 四边形它记着 我可以往外拖拽那个吗 拖拽那个角 这地方也可以拖拽角 三角形的更快捷一些 我们使用三角形做就可以了 给它一个边 多边形工具 三边 我们往上拉 好 现在这个是设置有点问题 我们把它这个东西都给它点掉 然后再重新给它拉一个 放大 放大之后你会发现我的三角形 它多出一个像素来 在这 一边多出一个像素来 对不对 我们给它往里边收 收一个像素 收进来 把这个也给它收进来 这时候进来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给它对到它的中线的位置 我给你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你能看得清晰一点 看到吗 我们对到它最中间的位置 这样我们这个点就卡在一块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样 选择 选择小白人 把这个点 点它一下 用小白人点它一下 然后给它按着Shift 往外拖拽出来 看到没有 是不是拖拽出来了 拖拽出来了 回车 然后我们的这个边 这个边是不是多余 这个边是不是有多余的成分在里边 这个都不是重要的 这个没啥事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收进去 那我们这个图形是不是就做完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们两个合在一块 是不是合起来了 合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上面有个图形 下面有个圆 上面有个三角 对不对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合并形状组件 是 然后它现在是不是就一个圈了 对不对 好 这一个圈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再把中间这个圈给它掏掉 怎么掏呢 用这个圆形的椭圆工具 先按out 画一个椭圆 再按着Shift 画一个正圆 然后再画着空格 给它移动过来 有点小啊 我们再放大一下 放大一些 再往上移动一下 保证这两边 两边的距离都是一样大的 这样可以了吧 然后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我们这边这一半了 可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要画一个 矩形 画一个矩形画的什么程度 就是能占到它一半的成分 然后把它的颜色调到稍微重一点 颜色稍微重一点 看到没有 重下来了吧 教你们一个减签蒙版 我们右键呢 右键 这里如果创建减签蒙版 创建减签蒙版 它就会进去了 剪签蒙版的概念相当于什么呀 剪签蒙版相当于 我们下面这个图形是个窗户 我们被剪辑的这个图形 这个我们管它叫窗户层 我直接给你们写一下就行了 窗户 上面这个相当于什么呀 下面这个相当于是风景 我们要看风景 看风景存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从窗户里面 我也看呀 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把下层和上层 做起来 做成 把上层做成风景 把下层做成窗户呢 那我们就需要给它 创建一个减签蒙版 创建减签蒙版 明白了吧 然后它的快捷键是 Ctrl Alt 加G Ctrl Alt 加G 那这样是不是完成了一个指南针的工作 好 这个案例讲解完成